嗨嗨嗨,定居武器,它又来了 限弹枪你见过,龙袭弹你见过 限弹枪配弹鼓你见过 但是限弹枪加弹鼓加龙袭弹你可见过 限弹枪配弹鼓啊,真不是什么稀罕事 比如战地2042中的轮椅盆子 12M自动限弹枪 再比如使命战王16中的近战推斗机 AA12也有弹鼓 这种盆子啊,通通被称之为轮椅枪 只是AA12的龙袭弹只能选择8发装 可是使命战王19它不一样 第二三季马上显了一把新枪 KV没落 就这枪的造型你第一眼看到 是不是以为这是AK 不要怀疑自己的眼睛和智商 它和AK系列的确很有关系 它的原型是Viber 12 一种多用途半自动可拆卸弹侠限弹枪 它的设计就是以卡拉神尼科夫步枪为蓝本进行构思的 它的技侠呢,是以RPK机枪为基础制造的 所以这把盆子妥妥的毛子味道 它还有一个中文绰号,叫废怒的野猪 这武器好不好用呢,有玩家是这样说的 我宁愿被KV没落打烂 龙溪烧身灰,也不喜欢吃闪光毒气 KV没落,战术哥的亲典 还有人说,我讨厌两种人 一种是玩KV没落的人 一种是不让我玩KV没落的人 可见这把盆子在游戏中的地位 那么接下来咱要做的是顶级改造 注意啊,此处是顶级,而不是定级 首先弹药必须得选择12号千镜龙溪弹 这种子弹会散步滚烫的美丽将地银点燃 在一段时间内烧场目标 再加上持续性吊枕攻击,你就脑补吧 弹侠必须得选择和定一样大的25发弹鼓 坐立落8星运动枪管 增加长度和重量 提升有效射程,降低后坐力 再搭配星加德DX消音器 提升后坐平滑度和有效射程 闪衰60强机 提升射速和有效射程的破坏力 这套搭配的射程有多夸张呢 去年场我在二楼床口 敌人在对面过到后面 我俩能存归于尽 从死亡回望看 敌人世界上已经被龙溪弹射的啥都看不清了 再加上25发弹鼓 你的培子就是核动力推土机 特别是在码头可以说的六亲不认的存在 不信你往下看 敌人羡айтесь 敌人羡 stark 敌人羡 pressing 敌人羡敌手 敌人羡敌手 我的天呐 第2赛季的码头呀 吃个人有8个都是龙锡蛋板 黑背没落 不是你喷死别人 就是别人喷死你 你喷人的时候 脸都笑开花了 你被喷的时候 脸都你成麻花了 说他是火烫场战略合作伙伴 没毛病吧 但是咱要的是定级武器呀 而这把枪无论你怎么改 它都是顶级的 你把它往短的方向改 它忽脸一人是六亲不认 怎么办 思来想去 有一种改法 堪称一绝 枪拖干掉 沃尔夫无拖改装 盾特C806.3倍镜 腰热L20极光指示器 狼战士枪管 默认弹侠也不要什么龙锡蛋 单单这套搭配来说 不是很好用 只能说是勉强可用 不过重点来了 装备的6.3倍镜 我不用 我压根就不开镜 枪本身的八发弹用量 我一颗都不设 我来不过套啊 给他装上科娃斯下挂现弹枪 在现弹枪上装个现弹枪 KV没落再六亲不认 与我无关 什么龙锡蛋 什么大弹鼓 滚一边去 我只用下挂现弹枪 也就是说 KV没落对于我来说 它就是一副架子 下挂现弹枪才是如极 明明有老大 我不用 我偏偏喜欢有老二射 我就为你的定级不定级 上实战 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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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